亞洲電視的營運,在昨天港府宣布不再延續它的免費廣播牌照後,正式進入倒數的最後一年。 亞洲電視董事會今天下午召開會議,商討如何面對正下來的日子。 亞洲電視執行董事葉家寶今早早表示,公司目前仍然擁有一些比較值錢的資產, 包括在中國惠州的別墅和幾千個小時的劇集版權,公司會盡量利用這些資產繼續營運。 而高級副總裁劉蘭昌今早早表示,公司會痛定思痛,繼續爭取營運免費電視。 又說公司擁有發射站,會有一定優勢。 雖然如此,亞洲電視不少值錢的資產已經被欺負。 在下午,無線電視曾經派出專車到亞洲電視大埔總台,將一批貨物運走。 據保安說,這些貨物是早前無線電視出錢收購的劇集和粵語片霧帶。 董事會開完後,葉家寶出來見記者。 她說,公司今天已經發放了全體員工三月份的薪金。 今天已經發了三月份的工資,全部工資。 已經發完了。 這樣,我們今天剛剛都開完了董事會。 這樣,董事會暫時沒有一個具體的建議。 我們因為都要尋求我們股東他們的意見。 各方面,他們對公司未來的看法是怎樣。 我們會盡快和股東各方面接觸。 希望很快讓同事知道亞時的發展會是怎樣。 我相信我們在這段期間,亞時的員工都是很專業地去運作亞時的。 所以在這段期間,亞時的運作一切都是正常。 但我希望在假期之後,可以盡快讓員工一個很明確的交代。 讓他們知道亞時的發展是怎樣。 但如果有,我們就知道。 葉家寶今天也在公司的網誌表示, 對於政府不再延續牌照的決定,感到悲痛和難過。 並且表示,會將全台六百名員工的利益放在首位。 又說自己都是打工仔,明白大家的心情和擔心前路。 另外,亞洲電視另一大股東,台灣往往集團主席蔡衍明, 透過發言人黃保衛表示,已經有心理準備收不回投資亞洲電視的錢。 又替員工感到難過。 獨立新聞傳訊記者,盧紫陽報導。